南投南风村土石流加油站终于看到它原本的样子 8月4号加油站被土石流淹没堆积到天花板 12号大部分的土石都已经清除 加油岛上的加油机和结账亭还是被泥土塞满 像是考古一样慢慢让原本的硬体设备露出来 加油站的办公室也一样里面还是充满泥土 第一时间土石流冲刷下来门窗都被冲掉 连门框都歪斜掉落 加油站现场还是有怪手和大型机具 加上国军弟兄持续协助清除泥土和石块 加油站前的中正路也从淹水小河恢复原本的道路 加上隔壁的超商当时也受到土石流摧残 停止营业里头清除完毕扣 整个招牌拆掉重新整修 台风卡努重创南投仁爱乡 重要的观光景点也受到影响 何幻山五岭亭八月份暑假忘记 本来是不少游客的避暑景点 现在只剩小猫两三只 停车场也没停几辆车 海拔最高的旅馆何幻山松雪楼 每天住房只剩下两三间 新一农场补充灾情过后 首次开源游客人数也才18人 一直到11号才恢复到有上百人次入园 TVC的陈嘉贵南投报道